我没有叫醒他,就那样失落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老爸老妈就开始收拾起了东西,因为是上午十点的火车,而且还要在北京待上几天,所以就打起了行李。 老爸老妈说不用帮忙,所以我和赵冉在卧室里就多躺了一会儿。 赵冉问,昨晚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等得我最后都睡着了。 我说,别提了,走好远才买到。 早知道是昨晚那个结果,还不如不去买了呢,浪费感情。 赵冉笑了,用手掐了掐我的脸说,小样,不高兴了。 没有啊,怎么会? 我故作轻松地说,得了吧,你还能骗得了我。 傻样,我只属于你,以后机会有都是,你还我飞了呀。 嗯,我怕你飞了。 我翻身把赵冉压在身下,暧昧地说,我现在就想要。 别闹了你,要是让妈她们知道了多不好。 我不管,我就要。 几下轻轻地敲门声,吃饭了。 是老妈的声音。 知道了。 赵冉答应了一声说,妈叫咱们俩吃饭了,快起来吧。 赵冉利用这个机会推开我,穿起了衣服。 其实我就是说说而已,根本没想怎么着,不过赵冉好像信以为真了。 回到北京,按照我的想法是,过年那天再去赵冉家,但是我拗不过赵冉。 外加赵冉父母的一再电话催促,老爸老妈只好住进了赵冉的家。 我怕会给赵冉和他的父母添麻烦,赵冉说不会,他说他爸妈说喜欢和同龄人聊天,和年轻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都相互听不懂,住在他家也有助于了解彼此的情况。 赵冉这么说我只能听他的,但是我没住他家,我还是住自己原来那点,自在方便。 赵冉对此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却说过完年帮过来和我一起住,看着我。 离过年只差一天了,奇怪我并不是十分的兴奋和期盼。 不知道是如今的年味越来越淡了,还是人对过年的态度变了。 总之,现在过年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乐趣了。 玩了一宿的游戏,起床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 迷迷糊糊地刚喝了口水,就听见有人敲门。 我猜不会是赵冉,因为他说今天他中系的同学要搞一个年前的聚餐活动,他是班长他必须要参加的。 应该也不会是王子和肖大霞他们。 他们早就各自回家过年了,估计这会儿正忙着串亲戚呢。 是谁呢? 我猜不到。 打开门,我整个人完全愣在那里。 你,你怎么来了? 暧昧的北京98听你这口气好像不大欢迎我啊。 一飞笑着说,不是,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进来吧。 我把一飞让进了屋。 还是老样子,和以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爱一飞把每个房间都寻视了一遍说。 租别人的房子能有什么变化? 我倒了杯水给一飞说。 一飞坐在沙发上说,我以为你早就不住这儿了呢, 看你都开上宝马了,再住这样的房子似乎不太大调了。 是吗? 我并不那么觉得。 和一飞之间虽然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也不想再提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话会让我莫名其妙地想发火。 其实开宝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忘本。 我永远都记得自己事业起步时的一无所有, 所以我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 我的心都不会变,我觉得做人心态平衡也很重要。 你是在怪我当初离开你是吗? 亦非心知肚明地问。 没有,怎么会呢? 我否认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而且别人都无权干涉。 你离开我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是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 亦非笑了,她显然不相信我的话。 遥远你不用否认, 我知道我当初离开你你肯定会恨我的, 我能理解你。 但是你也不想想, 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知足常乐可是不思进取的表现, 如果没有我当初的离开, 会有今天开宝马的你吗? 我想不会。 亦非言辞激烈地说, 我不禁冷笑, 照你的意思, 我有今天还得感谢你呗。 亦非毫不客气地说, 当然, 正因为我离开你, 你怪我, 所以你才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不是吗? 据我所知, 在我离开你三个月后, 你就当上了龙心地产的销售部经理, 对吧? 亦非的一针见血让我无话可说。 其实亦非说得没错, 如果他不离开我, 就绝对不会有今天开宝马的遥远, 自己创业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许我真的该感谢亦非, 只是这种感谢会带有苦涩。 明天就过年了, 咱俩何必为了以前的事, 破坏了过年的心情和气氛呢? 你说呢? 亦非笑着问, 说得没错, 我情不自禁地也笑了出来。 对了, 你来我这儿不会就是单纯的, 看我还住不住这儿吧? 亦非站起身说, 当然不是。 我是来蹭饭吃的, 不知道能不能品尝品尝一下你的高超厨艺啊。 别逗了你, 我那两下子跟谁学的你还不知道, 让我品尝你的厨艺还差不多。 也行啊, 那就借你的厨房一用。 亦非跑进厨房翻了翻回来失望地说, 没有菜挨站在生物学的角度说, 没有菜得去买。 我调侃道, 那你就陪我一起去吧。 亦非兴高采烈地拉着我就往外面走。 等一下, 让我穿件衣服的。 下了楼, 看见一辆崭新的宝马523停在那里, 还没有挂牌, 车除了车身的颜色和我的不同以外, 其他的包括配置都完全一样。 这是谁的车啊? 怎么以前从没见过呢? 我小声嘀咕说, 我的车? 亦非大声说, 你的车? 我有点不敢相信。 是啊, 怎么了? 亦非拿出车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说, 没什么, 买菜去吧。 真没想到亦非会和我买一样的车。 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还是碰巧他也喜欢和我同样的车型, 总之让我感到很意外。 买完菜回来亦非就开始忙起来了。 我跟他比, 毕竟只能算是学徒一级的, 所以他煮勺, 我就只能给他打下手。 亦非看来心情特别好, 炒着菜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进。 亦非得意地问, 我炒的这菜怎么样? 我实事求是的回答, 嗯, 完全可以堪比星级酒店的了。 亦非笑着说, 不比星级酒店的水平也差不多。 这两年在国外我打工的地方就是一家中餐馆, 刚开始我说我会炒菜, 老板还不相信, 回来我亲自炒了一个菜, 让他尝过之后, 他就当即决定叫我做主厨了。 我不太相信, 真的假的? 亦非说, 当然真的, 你不知道我是大厨的女儿, 女大厨吗?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知道, 知道。 往事历历在目, 这样的场景似乎又回到多年以前, 我和他也在这里炒菜做饭, 有说有笑。 而现在早已误视人非, 不变得可能只有回忆。 想什么呢? 都愣事儿了。 亦非大声提醒我, 啊? 没什么? 我回过神说, 哼, 想照染了吧? 你怎么他的名字? 我很诧异, 你应该问我不知道什么。 亦非笑着说, 他是个演员, 虽然不是什么名演员, 但想不让人知道也难。 你要不这么说, 我还以为你是搞情报工作的呢? 我像特工吗? 其实一点都不像。 我和亦非不约而同地笑了。 虽然是隔多年, 但亦非的笑我依然记忆犹新。 漠然, 我竟目不转睛地盯着亦非看了起来。 看什么呢? 亦非被我看得红了脸。 对不起, 别愣着了, 帮我把围裙解开吧。 哦, 亦非转过身, 我伸手去解围裙上的扣, 还是那么熟悉, 不禁又使我想到了从前。 曾经的亦非和现在不一样, 说话不一样, 做事也不一样。 以前的她, 总是给人小家碧玉的感觉, 让人看了, 就想去疼爱她。 而现在她明显是一副女强人的样子, 精明干练, 不像从前那么容易让人看穿心。 我很了解亦非, 她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虽然从她的外表看不出什么, 但其实她不是一个容易被满足的人。 时至今日, 我总算明白亦非其实根本不适合我, 虽然我现在也有了野心, 但是当一个女人的野心超过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还是很可怕的。 可很难解吗? 这么半天, 亦非不耐烦地说, 好了, 洗手吃饭吧。 走进卫生间, 我刚想洗, 看到身旁的亦非, 我说, 你先来吧。 客气什么, 你洗吧。 暧昧的北京, 九十九, 还是你先洗吧, 你既是女士又是客人, 理应你先洗。 我谦让道, 你还真把我当客人了。 亦非笑着说, 咱们俩也别相互让了, 就一起洗吧。 亦非拧开水龙头, 自顾自地洗了起来。 我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不知道是该伸手, 还是不该伸手。 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洗呀, 不吃饭了。 哦, 我很不自然地伸出手, 和亦非一起洗了起来。 为了避免发生尴尬, 我尽量躲避亦非的手, 生怕碰到后会彼此不好意思。 不知道亦非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手总是会碰到我, 弄得我只好速战速决, 洗完赶紧出了卫生间。 饭桌上, 我拿起筷子刚想加菜, 亦非忽然说, 等一下。 怎么了? 你不觉得缺了点什么吗? 缺什么?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笨蛋, 当然是liquer了。 有, shampain吗? 有, 我去拿。 我刚站起身, 亦非就说, 还是我去拿吧, 老地方对吧。 嗯。 我应了一声。 亦非对我这个临时住所所知道的, 并不比我少, 甚至多于我, 毕竟他也在这里住过, 而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亦非拿回酒, 将我和他面前的杯子倒满, 然后叫我和他一样举起酒杯, 他打算要说点什么? 不多说, 就一句, 谢谢你的厨房。 呵呵。 Cheers喝, 干杯真是世事难料, 曾经也是这个桌子上, 同样的饭菜同样的两个人, 是恋人。 而如今环境仍旧如此,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变了, 像朋友, 但却永远不会是那种推薪致富的朋友。 明天就大年三十了, 怎么没回老家过年, 还在北京啊? 我好奇地问。 从明天起, 公司只给了我三天假, 我一想算了还是不回去了, 反正回国后, 我已经回去一次了。 亦非回答说, 这样挨你呢? 你怎么也没回家? 亦非反问道, 我爸妈都来北京了, 所以我就不用回去了。 在赵染家呢吧? 嗯, 赵染和他爸妈非要他们来北京过年, 就来了。 双方父母都见面了, 看来快了结婚了吧。 亦非苦笑一声说, 有这个打算, 毕竟也到结婚的年龄了。 亦非没再说什么, 只是一口喝掉了一杯酒, 然后低头一个劲地往嘴里填东西吃。 你呢? 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 现在自己这样挺好的。 自由, 没有拘束,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人快乐的了。 我听得出一飞的话, 有点言不由衷, 你现在是成功女性, 一般人现在肯定难入你的法眼。 不过也不急, 像你这样长相与能力兼备的人, 肯定找到合适自己的人的。 现在而言, 也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 也许吧, 不说这个了, 来, 干杯和亦非聊了很多除感情以外的话题, 对于我的即将创业他, 给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说得都非常好,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看来他这两年在国外, 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这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 赵染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说, 聚会刚刚结束, 要到我这儿来。 是赵染吧? 亦非面无表情地问, 嗯。 我应了一声, 准备收拾桌子。 我来吧。 亦非把盘子和碗落在一起说, 洗完我就走, 不然一会儿让赵染看到这些不太好。 我在一旁看着亦非把盘子和碗洗得干干净净, 像从前以前, 这些他从来都不让我做。 他说, 女人该做的事, 男人就不该插手。 这句话时至今日, 我仍记忆犹新。 送亦非到门口, 虽然没有难舍的感觉, 但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谢谢你, 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的晚餐。 亦非微笑着说我没说什么, 只是回敬了他一个笑。 过年了。 一大早, 所有人都换上了糖妆, 老爸和赵染他爸开始携起了春联。 老妈和赵染他妈则着手准备起了晚上要吃的年夜饭。 我和赵染没事可做, 出了家门感受起了年味。 北京的大街小巷都透着一股喜兴气, 走在街上的人们也都笑容满面。 都说现在的年没年味了, 要我说是, 人们的心态变了, 只要人们依旧能保持一份孩童的纯真, 过年依然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期盼的传统佳节。 我和赵染手拉着手走着, 忽然前面出现一个画面, 一个男孩手里拿着玫瑰花, 二十多岁的年龄, 看样子是在项面前的女孩求爱, 女孩拒绝了她, 随即身边停下了一辆黑色轿车, 女孩坐上车, 绝情而去。 男孩看着远去的车, 神情沮丧落寞, 那女的怎么这样啊? 可惜了男孩的一片真情, 和手里的玫瑰花了, 真是不值。 赵染替男孩鸣不平地说, 是啊, 可惜啊。 不过也是, 求爱也别敢今天啊, 大过年的成功了还好, 失败了, 心情得多糟啊, 我叹了口气说。 这时, 男孩站在原地大声咆哮, 似乎是在释放心中压抑的情绪, 我不就是没钱吗? 难道离开金钱爱情就不存在了吗? 你等着, 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 你今天的决定是错误的男孩说的歇斯底里, 最后把花羊手一扔, 潇洒地拂袖而去。 漂亮。 太帅了, 赵染兴奋地跳起喊道, 我敢说在不远的将来, 北京又会多一个青年企业家, 暧昧的北京, 零零, 超级赞同, 受了赵染的感染, 我也变得很兴奋。 男孩听到了我和赵染的呼喊后, 在不远处, 停下转过身冲, 我们俩自信地笑了笑, 然后渐行渐远。 他的脸庞,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感觉他的模样, 我会永远记住, 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一幕让人难忘的片段。 吃过两位妈妈精心准备的年夜饭过后, 大家都坐在客厅等着看春节晚会了。 说起春晚, 似乎它早已经成为了每年春节前后的焦点话题了。 近几年的春晚受到的批评远多于赞扬, 骂声不绝于耳, 越来越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和胃口了, 甚至有人提议春晚应该暂停几年后再办。 我想如果真要是停个两年三年的, 老百姓肯定会觉得过年更没意思的, 因为少了盼头。 其实要我说, 春晚肯定是越办越好了, 比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出那会儿的春晚, 如今的明星阵容, 节目编排, 灯光舞媒可以说是质得飞跃了。 老百姓之所以不买账, 是因为品位和要求都提高了。 想想刚有春晚的时候, 我们平时在电视上能看到了几个歌星? 几个综艺节目? 那会儿, 估计要是在电视上看到个港台的星儿, 都得像是看动物园看动物一样好奇。 如如今呢, 我想不用我多说, 也都应该明白为什么春晚再好老百姓, 也觉得不好了。 离春晚开始, 还有十多分钟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手机在赵染的房间里连续地响了几声, 我起身去了赵染的屋。 收到了几条信息, 杨子发来的是, 黄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只要您春节过得快乐, 钞票金条大大的有, 帅哥亮妹彤彤地给。 另外黄军还说, 祝您全家都幸福快乐, 他在日本给您磕头了。 韩真真发来的是, 在新春佳节之际, 恭喜你的钱不在股市, 你的人不在国族, 不在春晚剧组, 你的照片不在陈冠西的电脑里。 知足常乐过年了。 王子发过来的是, 王子家, 有五口, 老婆孩子三只狗。 携妻子, 牵着狗, 大年三十拜朋友。 先作一, 后扣手, 新年更上一层楼。 看完所有的信息, 我不笑了出来。 躺在床上, 心里又感到格外失落, 因为收到的信息中, 没有一条是于南发过来的。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于南, 他在做什么呢? 想什么呢? 赵染突然跳出来说。 天, 你吓我一跳我心跳加速地说。 春晚已经开始了, 你怎么躺这儿了, 不舒服? 赵染收起笑容关切地问。 没有, 年夜饭太好吃了, 我在这消化石儿呢。 我笑着说。 消化石最少应该坐起来才行。 赵染把我拉坐起说,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我陪你一起看全世界华人都看的春节晚会。 我问, 第二个选择是? 赵染一本正经地说, 第二个选择是你陪我一起看春节晚会,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客厅没人了, 他们四位老人家都打麻将去了, 我自己看没意思, 所以, 除了你陪我, 就是我陪你, 怎么样选一个吧? 我站起身说, 两个我都选了, 你的客厅地带路虽然如今的春晚越办越好了,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赵本山赵大叔的小品而已。 真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赵大叔不上春晚了, 春晚的收视率会不会下降? 春晚再继续, 我和赵染的手机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所以我和赵染一致的是, 不仅是嘴上忙不停, 手也是一直忙不停。 眼睛也就没太在意, 电视上到底演了什么。 赵染的妈妈过来问, 到赵本山的小品了吗? 我笑着回答说, 好早呢吗? 到了我叫您。 听我说完, 赵染妈妈的心像是踏实了许多, 说, 你们俩一定记得叫我呀, 输了好几圈了, 就担心怕把赵本山的小品错过去。 我和赵染对视了一眼, 都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时间过了23点之后, 期盼的赵大叔终于到登场亮相了。 主持人说出赵本山的名字后, 我叫赵染赶紧去叫四位老人, 生怕他们错过能高兴的每一秒钟。 其实做儿女的, 还不就是希望看到老人能高兴吗? 老人能高兴就是做儿女最大的福分。 眼看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形象从电视的画面里出现了, 还没来得及笑, 就听见赵染的一声尖叫, 惊得我没顾地上将两只拖鞋全穿在脚上, 只穿了一只, 而且还穿错了脚, 就慌忙地跑了过去。 跑到屋里, 看见赵染的妈妈, 竟昏了过去,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急得赵染直哭, 老爸老妈也是手足无措。 见此情况我说, 大家别慌, 现在谁也别碰他, 赶快去穿衣服。 送医院, 我背着赵染妈妈临出门前, 赵染对老妈说, 妈要不您别去了, 您和爸还是在家听消息吧, 到医院要是没事了我给您打电话, 您看行吗? 老妈一口回觉道, 当然不行, 我怎么能不去呢? 遥远赶紧送你岳母去医院。 快一行人心急火燎的, 送赵染妈妈去了医院。 庆幸的是, 一路上畅通无阻, 这要是放在平常, 用郭德纲的话说北京的交通饿死过人。 到了医院冷清得很。 送进急诊室后, 赵染的眼泪像止不住了一样, 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将赵染抱在怀里, 心情忐忑地只能是不停地安慰着他。 另一边赵染的爸爸心里也像是在打鼓一样, 在急诊室的门前来回地夺着步子。 老爸老妈劝他坐下等, 但是当下的这种情形谁能坐得住呢?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有种度秒如年的感觉。 暧昧的北京林大夫, 人怎么样? 见大夫从急诊室里出来, 赵染的爸爸情绪激动地抓住大夫的胳膊问, 别激动, 别激动。 大夫服了服眼镜后, 看着我们问, 你们是? 我们都是家属, 我是他女儿, 大夫我妈怎么样了现在? 赵染心情急迫地询问, 能在我说之前先把你的手放开吗? 老先生。 大夫看着赵染的爸爸说, 哦, 不好意思。 赵染爸爸紧忙放开抓住大夫胳膊的手。 你们送来的人没什么大碍, 昏倒是因为他本人的血压有些偏高, 外加最近的睡眠应该不是很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情绪再突然间过度地亢奋, 就会发生短暂的休克。 大夫, 那我们现在能进去看他了吗? 我问。 可以, 不过他现在还没有醒, 应该还要等一会儿。 醒后别急着回家, 先留院观察一会, 如果天亮后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出院了。 以后在生活上多注意吧, 谢谢大夫, 谢谢您听到医生说没事了, 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走进急诊室, 赵染的妈妈还没有醒, 赵染的爸爸对我说, 遥远, 你先送你爸妈回咱们家吧, 这都后半夜了, 先让他们回去休息吧, 都跟着折腾累了。 没等我开头, 老爸就说, 没事, 咱们还是一起, 在这等吧。 等醒了后, 咱们一起回去多好挨赵染说, 要我看你们三位谁都别在这等了, 大夫不是说没什么大碍吗, 我和遥远在这等就行了, 我妈要是醒了, 我们俩就把她送回家去。 话必, 赵染向我使了个眼色, 我立马心领神会。 我说, 我赞成冉冉的看法, 我们俩在这等就行了, 你们还是先回家吧。 三位老人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同意了先回家。 为了保证三位老人能安全放心地回到家, 由我负责将他们先送回去, 然后再回来和赵染一等。 送三位老人回去后回到医院, 看到赵染趴在床边睡着了, 赵染的妈妈还有醒。 我刚把外衣脱下, 披在赵染的身上, 被调成震动的手机, 就在裤兜里嗡嗡地直响。 是一串完全陌生的数字, 为了不打扰到赵染母女,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 才按了接听键。 新年快乐话筒中, 传来我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让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震。 是于南吗? 我有点激动。 虽然我知道就是她, 但是我仍想这么问, 因为我想亲耳听到她说, 她是于南, 在内心的深处, 真是太想念她了。 别名之故问好不好, 电话中传来于南爽朗的笑声, 这个时候打电话没打扰你休息吧? 没有, 怎么会打扰我休息呢? 今夜无眠。 高年高兴嘛不对吧, 我记得以往过年看完春节晚会, 大概一两点钟你, 就是要睡觉的, 怎么今年都这个点了还没睡啊? 于南觉得很奇怪, 真没想到于南连这个都还记得, 让我感到心里暖暖的。 事实上, 并不是我不想睡, 而是现实她不允许我睡, 但又不能和于南说我现在在医院, 所以只能善意地撒谎道, 等你电话那呗。 以往过年, 咱可都是边看春晚, 边在网上聊天的, 这回你不在国内了, 平常又没什么联系。 我琢磨着过年了, 你怎么也会给我来个电话拜个年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 总算是让我等到了。 听到我这么说, 于南又是一阵笑, 你可真贫。 不过这话可别让赵冉听到, 要不然, 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当于南谈及到赵冉时, 语气很轻松, 轻松地似乎就像呼吸喘气一样简单, 这倒让我觉得很失落。 你的年过得怎么样啊? 我故意转移话题说, 不怎么样呗。 于南说话的语气, 明显没有之前的那么高涨了。 虽然老爸老妈都来陪我过年了, 但毕竟中国人的节日, 还是在中国过才是最有味道的, 国外就差多了。 说的也是, 什么时候回国啊, 来看看大家啊。 朋友们可都像你了。 我预盖迷章地说, 难道你就不想我? 哦?于南似乎像是在试探性地问, 又像是一句调侃的话。 你说呢? 我笑着反问道, 对于这种很难回答的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反问对方, 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反正不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呵,我怎么会知道呢? 至于回国嘛, 这个可说不准, 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回去, 也许要等拿到学位之后再回去。 总之,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因为我的跟在中国, 他虽然于南的话像是在开玩笑, 但是对于他说没准过一段时间就回来, 我还是感到很好奇。 正想仔细问一下的时候, 就看见病房的门开了, 心想要是让赵冉知道我和于南在通电话, 那他还不火山爆发? 于是情急之下, 我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重新放进了裤兜里。 你怎么不进去啊? 赵冉眼圈红红的, 打了个哈欠说, 刚去了趟卫生间。 我嘴上恢复了平静, 守在裤兜里, 则将手机关机了。 我怕于南会再打过来, 到时候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为了避免麻烦, 还不如索性将手机关机算了。 快穿上吧, 我可不想你感冒传染给我。 赵冉递给我衣服说, 我接过衣服重新批到赵冉的身上, 说, 刚睡醒才容易感冒呢, 还是批在你身上吧。 赵冉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露出甜甜的笑容, 在我的脸上拨了一下。 咱妈醒了吗? 我拥着赵冉往病房里走说, 你送他们回去没一会儿就醒了, 后来又睡了, 没什么事儿了。 赵冉小声说, 哦,那就好。 暧昧的北京02大年初四, 逛遍了北京过年期间所有好玩的去处之后, 老爸老妈决定要启程回家了。 赵冉一再地挽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多住一段时间。 赵冉的爸爸妈妈和老爸老妈更是难舍难分, 四位老人这段时间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朋友。 不过怎奈老爸老妈的去意已决, 大家也只能尊重他们的决定了。 准备出家门前, 老妈握着我和赵冉的手说, 跟你们俩说, 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 差不多就把婚结了吧, 妈现在可是着急了,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赵冉一听脸就红了, 老妈一本正经地说, 害什么骚啊, 亲家母, 你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吧。 赵冉的妈妈连忙点头, 我早就等着抱孙子了, 现在可说好了, 到时候孩子我带。 不对啊, 老妈辩驳道, 不是说好了我带的吗? 亲家母, 怎么你又变卦了呀? 我没有啊, 我一直说是我带的。 眼看两位妈妈, 就要因为孩子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了, 于是我赶紧站在他们中间说, 和谐社会, 咱们家庭的内部一定要搞好团结。 为了二老的晚年生活充满童趣, 我和冉冉会争取生对双胞胎的。 听了我的话, 所有人都笑了, 唯独赵冉害羞得脸好的不能再红了。 她假装生气说, 姚远你说什么呢? 讨厌赵冉的爸爸乐不可知地说, 这下好了, 一家一个, 谁也不用争了。 爸, 此时赵冉又气又高兴, 透过她的眼神, 就能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上火车前, 老妈摘下手上的戒指戴在赵冉的手指上, 赵冉不解, 妈, 您这是? 老妈说, 这是当年妈结婚时, 姚远的姥姥传给我的, 现在我把它戴在你的手指上, 以后你可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妈, 您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戒指太贵重了, 我不能, 听话, 戴着, 你不戴, 除非是你, 不想嫁给姚远妈? 我不是, 我, 赵冉有些不知所措, 将眼睛看向了我, 既然是妈给的, 那就戴着吧。 我说, 谢谢妈照染嘴甜甜地说, 这就对了。 老妈高兴过后, 一脸严肃地说, 姚远你小子, 一定要对冉冉好, 冉冉她要是对你不好, 或是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妈收拾她嗯, 妈我记住了这个照染答应的倒是特别痛快, 而且还得意地看了看, 似乎像是在炫耀。 老爸老妈回家了, 年夜宣告就此结束, 难得休息了几天的人们, 又要为新的一年开始奔波忙碌了, 这其中也包括我。 初六, 林子华和其父母从欧洲过完年回来了, 他一回来就打电话给我, 说是有礼物送我。 我也刚好想问他, 一下托他找厨师的那事儿怎么样了, 于是就约在了他开的那家酒吧见面。 一见面, 先来了个拥抱, 坐下后林子华端向了我一下说, 你这年没摆过啊, 胖了。 我摸了摸脸, 感觉自己还真是胖了许多。 在看林子华的红光满面, 我说道, 你也不差啊, 怎么样这趟欧洲之行, 玩得很爽吧。 非也林子华到了杯酒地给我说, 爽什么呀, 也就是一般话。 你说我和一老头老太太去欧洲旅行过年, 能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呀, 还不就是尽孝道, 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哈, 照你的意思, 要是把你爸妈换成两美女, 你的欧洲之旅就爽了是吧? 我开玩笑道, 那也不是。 林子华否认说, 其实我每年都会去国外待个十天八天的, 当然, 时间不一定是过年期间, 闲的时候会出去散散心。 你说没出去的时候, 特别想出去, 出去了吧, 觉得也就那么一回事。 唉, 想来还是国内好挨我杂同林子华的话, 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 二十一世纪必然是属于中国的。 现在外国人都急着往咱中国跑呢, 咱中国人还往外走什么呀? 旅游除外, 我觉得, 要是想赚钱的, 还是在家门口赚, 踏实。 说得好,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一杯干说说你吧, 和赵染快结了吧。 林子华递我一颗烟点然后说, 年过得和你差不多, 凑合吧。 结婚可能快了吧, 关键是我现在顾不上, 这不我准备开始着手弄我那个泰国餐馆了。 我吸了几口烟说, 对了, 你不说你那个餐馆我都忘了, 你让我找的泰国大厨, 我可帮你找到了, 挨他可是从泰国学的厨艺, 做出的菜绝对正宗,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我正想问你这个事呢。 没想到林子华已经把事办妥了, 我还担心他也找不到呢, 要是那样我可真就犯难了。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交代的任务我敢不完成吗? 林子华打趣地说, 呵呵, 啥也不说了, 全在酒里。 刚把酒杯放下, 从酒吧门外就走进一美女。 林子华见了一脸的兴奋和喜悦, 不用说, 能有这般魅力的仅此韩真真一人。 眼看着一身宽大的休闲装, 脸上带有淡淡笑容的韩真真, 离我们俩越走越近。 我小声问林子华, 他是你叫来的? 林子华看都不看我一眼地点了点头, 然后一直不住兴奋地说, 不过我说你也在这儿。 啊? 我说你小子, 我刚想跟林子华叫这儿, 他就起身去迎韩真真了, 无奈地我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和他算账了。 暧昧的北京03又, 这是哪来的美女啊? 太漂亮了, 年前年后完全两人啊, 长得简直都简直了我, 开玩笑说。 原来在龙心工作时, 总是会对韩真真这个女上司敬畏三分, 而现如今自己不再龙心了, 和韩真真又成为了朋友, 说起话来自然是可以随便了许多。 呵呵, 怎么个简直法? 说说。 韩真真坐在我身边, 对我的玩笑似乎很感兴趣。 听过渔医绕梁, 三日不觉这句话吗? 我调侃道。 当然。 韩真真很肯定地说, 这句话是用来形容美妙动听的歌或音乐的, 解释得完全正确。 不过我觉得, 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你的漂亮也是恰如其分的。 就叫幽魂绕梁, 三日不散, 你觉得怎么样? 我坏笑道。 啊? 幽魂绕梁, 还三日, 那不成鬼了吗? 韩真真一本正经地说。 我和林自华都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 此时韩真真才如梦方醒地说, 好啊你遥远, 竟然敢说我是鬼说着, 就恼羞成怒地伸手来打我。 我反应敏捷地躲开了韩真真的打, 把一旁的林自华推挡在自己身前, 笑着说, 开个玩笑, 别这么认真嘛。 韩真真倒是显得很大度, 算了, 你跟你一般见识, 公共场合我怕有是我淑女的形象。 嗯, 你是天生的淑女, 所以千万不能动怒。 转过之前的话题, 我对林自华说, 林子, 这一两天你就带厨师过来, 让我看看吧, 店面我已经租下来了, 我想让厨师帮着参谋参谋店面的装修, 泰国风格的人家肯定比咱们懂哀行, 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吧。 那你和淑女聊吧, 我不能再从这儿当电灯泡了。 我看了一眼韩真真对林自华笑着说, 先别走啊, 带的礼物还没给你呢。 林自华起身到吧台里面拿了两个小手提袋出来, 递给我一个说, 给, 这是瑞士的PAJ表, 送你的。 我接过打开包装盒一看, 情不自禁地惊叹道, 哥们,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把林自华微微笑道, 有情物价。 珍珍给, 这是你喜欢的Chainono五香水, 我从法国买的。 韩珍珍接过林自华的礼物, 反应完全和我不一样, 只是简单礼物地说了声谢谢而已, 林自华则深是回答不客气。 我站在一旁表情认真地说, 林自你刚才你的话可说得不对啊, 林自华被我说得有点迷惑, 哪说得不对了? 你看啊, 你送我表, 我说太贵重了, 你说有情物价。 你送淑女法国香水, 她说谢谢, 你觉得, 说不客气对吗? 怎么不对了? 林自华和韩珍珍都有点被我说迷糊了。 当然不对了, 你应该说, 爱情无价, 两人听后的反应各不相同, 不过幸亏, 我早就预料到了, 韩珍珍会有怎样的反应, 于是我聪明地说完后, 撒腿就跑出了酒吧。 等我上了车打着火以后, 韩珍珍站在酒吧的门口, 还在不依不饶地叫喊着, 而站在韩珍珍身后的林自华, 自然是高兴到了家, 向我挥手做别的时候, 还不忘向我挑了挑大拇指。 初期, 王子和肖香北, 他们也都回北京了, 给我带了不少的家乡土特产, 看得出他们的年过得都很好。 把他们叫到老地方, 我对产后已经瘦身到原来体型的潘晓晓说, 小晓, 孩子呢? 没从东北带回来。 潘晓晓说, 带回来了, 不过一早又被他姥姥接走了。 杨子在一旁失望地说, 哎, 我还以为在这能见到我刚儿子呢, 我都像他了。 看, 这是我给他带的礼物, 我想他一定会喜欢的。 王子拆开杨子放在桌子上的大包装盒, 拿出了一个大大的变形金刚, 是晴天柱, 漂亮极了。 潘晓晓责怪杨子说, 这东西挺贵的, 你买它干什么呀? 他还那么小, 根本还不会玩这么难的玩具, 万一要是让他弄坏了, 多可惜挨肖香北向潘晓晓使了个眼色说, 看, 孩子小, 孩子他爸可不小挨, 只见王子一个人聚精会神地, 摆弄起了手中的变形金刚, 爱不是手的样, 就像个孩子。 杨子一把抢过变形金刚, 对王子说, 又不是给你买的, 你看得这么仔细干什么呀? 回头别在我干儿子没完呢, 倒让你先给拆坏了。 王子不好意思地说, 不瞒大伙说, 我小的时候, 就想拥有这么一个大的变形金刚, 连做梦都想。 但那时候, 家里条件不好啊, 有时候, 我跟我爸要变形金刚, 给他墨迹烦了, 他拽过我就是一顿男子单打爱, 看看现在的孩子多幸福, 我算是借我儿子的光了。 王子, 趁杨子一不留神, 一把又给变形金刚给抢了回去, 抱在怀里死死的, 生怕再被抢走。 杨子无可奈何气氛地说, 小小, 看看你们家瓜子他, 因为把他们叫到老地方来, 是有事要和他们说的, 所以我清了清嗓子说, 玩具的事儿咱先放一遍啊, 把你们四位叫来, 是有重要事儿和你们说的。 暧昧的北京零四听我说有重要事儿, 四人立马都拿出一副 席耳恭听的模样来对待, 弄得我倒有点紧张了。 我说, 大家别把气氛弄得那么严肃啊, 听我说就行了。 王子举手示意我说, 我能问一下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吗? 潘晓晓用胳膊碰了一下王子说, 听遥远说完不就知道了吗? 别总废话我说,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创业的事儿。 我记得年前我说创业的时候, 大侠和瓜子都说要一起干来着, 现在过完年了, 我也要正式开始走上创业之路了, 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打算的现在。 王子听完拍案而起, 热血沸腾地说, 坚持跟着你走, 你打拿我指拿啊? 错了错了, 是指拿我打啊? 你就说怎么干吧? 王子就是王子, 搞怪的本领恐怕我永远都要甘拜下风。 一边萧香北险的犹豫不决, 看上去有点拿不定主意。 大侠, 说说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其实和瓜子一样, 挣大钱谁不想啊? 关键是, 关键是, 遥远你能保证这事儿一准能成吗? 这我可不敢保证。 见萧大侠这么说, 我觉得我有必要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我说, 当今这个社会做什么都不是零风险的, 而且谁也不能保证想赚钱就一定能赚得到。 大侠你是专业, 搞金融的你比我更清楚, 所以干不干你可想好了。 瓜子, 你也别一时头脑发热, 再仔细考虑考虑。 顿时, 气氛变得安静下来。 我想, 我的话说的是有必要的。 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儿, 之前挣的都是辛苦钱, 投进来, 赚了自然好, 赔了那就只有任了。 我是想开了, 但我不祈求所有人都像我一样, 孤注一掷地去冒险。 沉寂了半晌, 我说, 怎么样? 想清楚了, 到底干还是不干? 四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吱声。 我笑了笑说, 你们不用为难, 不干也没关系。 大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 和杨子也快结婚了, 两人攒点钱不容易, 说实话, 目前不适合做有风险的投资项目。 瓜子和小小就更不用说了, 买了房子又有了孩子, 手里现在肯定也没什么钱了, 更不适合做。 所以, 我的想法是我一个人先干个一年半载的, 如果这买卖一准挣钱, 到那个时候, 大侠、瓜子你们俩再来入股, 咱们兄弟有钱大家赚。 如果这买卖要是赔了, 那说明这项目不行, 和你们没半点关系, 你们看怎么样? 讲究? 姚远你太讲究了!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王子伸出大拇指来, 情绪激动地说, 姚远我, 肖香北欲言又止, 我明白他想说什么。 好了, 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人有多好, 其实我这也是为自己。 如果这买卖真赚钱, 我教大家一起来做, 也不过是卖大家的人情罢了。 啊, 半天没说话的杨子说, 不说了, 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提前住姚远的泰国菜生意红火, 怎么样? 好, 干店面已经开始装修了, 设计师我找的, 是我曾经在龙兴工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听说, 我要自己开店, 找他帮忙设计店面的装修他,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而且坚决免费设计, 说以后他到这来吃泰国菜, 打八折就成。 店内的设计完全是泰国风格的, 我让他设计时尽量把细节都做到位。 因为现在的顾客都很挑剔, 如果是同等水平的餐厅, 顾客在选择时也许就会更注重食物以外的东西, 细节上的把握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 林自华把他帮我找的那位泰国大厨带到了店里来, 刚好帮我设计的那哥们也在, 所以我把他们两引荐了一下, 让他们交流一下关于装修的问题。 两人认识后, 林自华示意我装修的声音太大, 叫我到外面去说话。 上了林自华的车, 他问我, 我给你找的找位做泰国菜的厨师还可以吧? 我心存疑虑地说, 看上去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手艺到底怎么样。 林自华看出了我的担心, 轻松地笑道, 放心吧, 手艺绝对没问题, 我亲自试过的, 要是不行, 我敢往你这领吗? 哼, 那工钱你跟他谈了吗? 林自华点了点头,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跟他说的是按笑意拿工钱, 他也痛快答应了。 我办事你就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干让朋友吃亏的事儿的。 我拍了拍林自华的肩膀, 一切尽在不言中。 遥远, 我刚才楼上楼下的转了转, 地儿不小, 这地点也不赖, 没少往里投钱吧。 嗯, 我那点钱基本上全投进来了。 哼, 我这是孤注一掷, 必须得干好啊, 有信心是对的, 但我觉得, 做事还是要两手准备的好。 就说赵然, 人家为了你, 可都把名和利给全抛下了, 说句不该说的, 如果你这事儿不成, 你想过退路吗? 林自华严肃地说, 你的意思是, 我听得出林自华的话里有话, 风险让一个人承担压力是很大的, 如果要是两个人一起做你想过, 我明白了林自华的意思, 所以我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我笑了笑, 说, 哥们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 但这次做这个事儿,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风险和压力, 我都想一个人承担, 因为我想看看我遥远自己能不能干成一件事儿, 只靠我自己的这双手。 遥远你, 好了林自, 如果我不行的时候, 我会向你求助的, 到那个时候, 你恐怕想不帮忙都不行, 啊。 林自华点了点头, 说, 你是个干事儿的人, 你会成功的, 我相信你。 我淡淡地笑了笑说, 但愿吧, 说说你, 你和韩真真怎么样了? 暧昧的北京, 林自华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 现在是比以前的, 见面机会多了, 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我鼓励林自华说, 有些人在一起是一见钟情, 还有些人则是日久生情。 感情的事是急不来的, 缘分到了的时候, 拦也是拦不住的。 我想你和韩真真, 可能是那种需要慢慢培养感情, 然后到日久生情的类型, 别灰心。 林自华无奈地说, 可能吧? 以前我总觉得, 金钱是万能的, 它可以摆平一切。 但等自己真正成了钻石林老五的时候, 才发现, 看似万能的金钱, 并不是什么都能搞定的, 如说感情。 在五年前, 我的身边天天都会晃有着各种各样的美女, 但和她们在一起, 只是寻欢作乐而已, 根本没有感情可言, 甚至像一种交易。 现在踏实了, 想要一份简单的幸福, 却总是碰不到对的人。 有的时候, 我想, 可能和韩真真不合适, 但又, 总之心里很矛盾。 我不知道, 该如何劝慰林自华, 但我能深刻地体会到她内心的那种感觉。 她是想找一个彼此相爱的人, 而我却是难以抉择自己更爱哪一个。 虽然现在看似有了答案, 但这个答案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心始终没踏实过。 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需要回归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我是不会放弃的, 至少还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连一线都没有了那种程度。 林自华牵强地笑着说, 那就加油吧, 希望我创业成功的时候, 你的感情也开花结果了。 林自华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店内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了, 赵冉由于补课忙, 一直只是打电话问店的情况, 没亲自来过。 今天难得说要过来看看, 我当然是满心欢喜了。 赵冉可算得上是吃泰国菜的专家, 北京的泰国菜餐厅他几乎都去过。 陪他楼上楼下的转了转后,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不错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 说说, 装修完全的泰国风格, 和北京其他的泰国菜餐厅比较, 只能说他们的事模仿泰国风格, 而咱们这儿的则是地道的泰国风格。 我虽然没去过泰国, 但是我去过香港的泰国菜餐厅, 那的老板就是泰国人, 店的内部装修和这里的相差无几。 我就想让来这里的顾客 有一种真正到了泰国去吃泰国菜的感觉。 我还打算到时让服务员们 都穿上正宗的泰国服饰, 那样会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嗯, 这些辅助的东西做好后, 就只剩下正宗的泰国美味了, 厨师找好了。 找好了, 林子华帮忙找的。 他说, 他亲自尝试过那个厨师的手艺, 人我已经见过了, 我想, 应该错不了。 那就好。 记住到了泰国菜餐厅, 就一定要吃到正宗的泰国菜才行, 不然是赚不到钱的。 哎呦, 我惊呼, 原来我老婆也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啊。 不简单的赵染, 对我这么一说, 不好意思了, 讨厌, 拿, 给你。 什么呀? 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接过赵染从包里拿出的小本, 一看是存折, 翻开看了看里面的数字, 发现原来赵染是个小富婆。 不禁要感叹, 演员这个行业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业。 但我不明白赵染把存折为什么要给我。 我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点小意思。 赵染笑着说, 你开这个店肯定要花很多钱的, 我只有这么多钱, 你可别嫌少挨渴,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婆这钱你先拿着, 我现在不缺钱。 难道你不需要这钱? 赵染收起笑容, 没有接存折。 我能骗你吗? 我目前真不缺钱。 再说我一大男人, 要你一个女人的钱, 传出去多不好挨, 有什么不好的。 我又不是外人, 你是我老公, 我是你老婆, 我们之间还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但是, 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不是吗? 我拿你的钱总是不太好的, 婆希望你能理解我。 结婚就能拿着钱了是吧? 那我们明早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吧, 反正之前, 我说三个月后, 我们领结婚证的, 现在三个月都已经过了, 也该领了。 赵染开始叫这儿了。 婆你别生气, 你先听我坐下说。 情绪有些激动的赵染坐下后, 我说, 我很认同你的想法, 而且, 我也是那么想的。 我们之间确实不需要分什么你我, 但是这钱我现在真的不需要, 如果我缺钱了我一定会到你这儿来拿的, 因为你和爸妈一样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所以这钱你先收好, 放银行怎么也比放我这安全多了吧? 你说呢? 赵染听我这么说后, 便勉为其难地收起了存折, 钱我可以先收着, 但是结婚证总得领了吧? 早就该领了。 不过婆目前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 我现在是创业的起步阶段, 你又忙着考研, 似乎都不是结婚的最佳时间。 我觉得, 我们与其现在领结婚证, 还不如等一切都稳定下来再领呢? 到那个时候, 在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多好你说这话不是在搪塑我吧? 赵染半信半疑地问, 怎么会呢? 天地良心, 我就是想等这个店有点起色之后 我们再结婚, 我发誓我肯定和你结婚, 如果违背了誓言我就, 好了。 赵染用手捂住我的嘴巴说, 我信你就是了, 反正你也飞不了, 你遥远只属于我赵染一个人恩啊。 必须的。 我非你不嫁我的东北方言, 逗笑了赵染。 我搂着赵染的脖子说, 婆, 咱这店还没有名字呢, 你给起个名吧。 好哀, 赵染天真可爱地仰起头想了想说, 咱这店卖的是泰国菜, 装饰得又极具浓郁的泰国风情, 不如就叫泰国风情吧, 怎么样? 泰国风情? 好, 就叫泰国风情暧昧的北京06, 我的泰国菜餐厅正式开业了, 来捧场的, 除了赵染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特别要提的是安琪, 知道开业后, 她从上海特地带着老婆到北京来祝贺, 给了我个不小的惊喜。 杨子也来了, 除了带了个特别大的花篮以外, 还把刘迦给带来了, 想想这丫头,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了。 师父刘迦一见面, 亲切地叫道, 又漂亮了丫头, 我真有种是刘迦长辈的感觉, 师父祝你开业大吉, 生意红火, 大转特转刘迦祝贺道, 生意兴隆韩真真也祝贺道, 谢谢, 谢谢, 快, 赶紧进去吧, 我邀请道, 不急师父, 你不介绍一下你身旁的这位美女, 刘迦看着赵染问我,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是你师母, 还不快叫师母我玩笑的, 师母好刘迦行了个标准的90度里, 不仅把赵染弄得不好意思了, 也把我和韩真真给都笑了, 这位是不用介绍了, 我们见过的, 韩真真打断我, 向韩真真和赵染相互点了点头示意了一下说, 好, 那就赶紧进去吧, 见韩真真和刘迦进去以后, 赵染悄悄地在我耳边说, 看来当时我让你辞职离开, 完全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秘密, 不告诉你, 赵染向我吐了下舌头, 去一旁招呼其他的客人了, 我站在那正纳闷呢, 听见有人问道, 那位是姚远, 我就是, 请问你是? 我是宿地公司的, 有您的一个花篮, 还有一个卡片, 请您签收一下, 我签完字, 打开卡片一看, 上面写着, 虽然你没有邀请我, 但是我仍祝你生意红火, 没有署名, 但是我能认得出, 这是一菲的字迹, 姚远, 大家都等着你呢? 赵染喊道, 这就来, 我把卡片放进衣服兜里印到, 来的客人对我店的装修和菜的口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子还问我有没有终身免费吃的会员卡, 我说没有, 不过, 只要来的人承认自己是吃货, 我就会对他免费提供各种食物, 王子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我一笑置之, 这种场景其他人自然是开怀大笑, 招待结束后, 客人们纷纷都走了, 安琪两口子被我留在了最后, 在北京待两天呗, 这么着急走干嘛啊? 我挽留安琪说, 真待不了, 你嫂子工作也挺忙的, 我公司的事也不少, 今天晚上去你嫂子他妈家看看住一宿, 明天一早的飞机就得赶回去。 安琪说, 哎, 我知道, 你我就不管了, 主要是嫂子都亲自来给我捧场了, 你说我最后当兄弟的, 就这么让你们走了, 那不是太不讲究了。 安琪两口子被我说笑了, 安琪他老婆说, 遥远你的心意, 嫂子就领了, 等嫂子不忙的, 不光我要自己来, 我还要带所有的亲戚来, 到时候你可别怕我给你吃赔了呀。 啊, 我笑道, 没问题, 既然嫂子说了, 那我就随时欢迎了。 安琪跟他老婆说, 要和我说点事, 就让他老婆到一旁, 去和赵染聊天了。 想说什么呀, 这么神秘, 还让嫂子到一边去了? 正是, 你这泰国菜我看了也尝了, 觉得挺靠谱, 我也想跟着你掺和掺和怎么样。 你是想说给我投点钱, 减少我的风险和压力吧?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林子华也跟我提过这事。 林子他也提过, 安琪显然没想到林子华说过此事。 嗯, 你知道我是怎么会带他的吗? 你小子, 我认识你的时间比他长得多, 我能不知道吗? 但是遥远作为哥们, 我得提醒你安琪一本正经地说。 携耳恭听。 我笑道, 我不知道林子他跟你说没说,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其实, 开餐厅和开公司是一样的, 你必须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 如果这条街上有十家泰国菜, 你想让吃泰国菜的全上你这儿来, 那你必须要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才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你的菜与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 人家顾客为什么偏偏选择你呢? 难道只是因为你的店内装修更泰国一点? 我觉得你的泰国式装修必须得在一个大的前提下才会展现出效果, 否则仅仅只是装饰而已。 安琪的话说得我一愣, 因为我真的没想过自己的真正优势在哪里, 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怎样才能抓住顾客的位, 求更长远的发展。 其实你的细节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我去过泰国, 我看了连卫生间你弄的都跟真正的泰国的没什么区别了, 菜也很地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 如果你想要以这个基础发展壮大,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要是维持生活, 那绝对没问题。 反正你先干着吧, 慢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吧。 做泰国菜之前, 我认为我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周全了, 但今天发现还是疏漏掉了一些问题, 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问题。 安琪的话很值得我去思考, 我是想做大的, 但前提是我必须有一个做大的基础才行。 目前来看, 这个基础并不十分牢固。 你的话对我很重要, 我会仔细考虑的。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合作一起干了? 两个人发现问题总比一个人来的, 安琪笑道。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你上海那么大的房地产公司, 你都忙不过来呢, 我怎么人心还给你增加负担呢? 还是算了吧, 我一个人慢慢改变吧。 我也笑道。 我说正经的呢, 你认真考嫂子, 你们家天使说要走了, 让你快点呢哎, 我没说啊, 你小子别推我啊, 我不投了还不行吗, 那你也赶紧走吧, 不留你了, 快走吧你。 哎, 哎, 别推了, 摔了, 暧昧的北京, 07, 开业半个多月了, 每天的收入还算可观, 过客的反应也还不错, 没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王子这老小子, 至少两天来一回, 每次来都两眼闪光, 我很明白他的目的。 要说王子他还真不禁念叨, 我刚和服务员说完, 他立马推门, 就进来了, 嬉皮笑脸地说, 怕大家想我, 所以我就又来了, 看见我痛快多了吧, 我无奈地说, 的确, 我们都太想你了, 不过我们的菜好像没怎么想你, 你说怪不怪? 王子无所谓地回答, 见怪不怪, 我想他就行了。 我先上楼了, 还要前几次那几样, 一天都没吃饭了, 就等这顿了, 饿坏了。 看着王子往楼上走, 我笑着问, 要不要再来瓶酒啊? 王子停住脚步, 一本正经地说, 那再好不过了, 来瓶XO吧, 别的酒我喝不惯。 服务员们听见, 忍不住都笑了, 我回了他一句, 去斯巴尼, 端着王子要的老几样 放在王子面前, 我说, 我这老板当得够可以了吧, 亲自为你这白吃白喝的顾客服务, 估计整个北京城, 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王子依附理所当然的嘴脸说, 谁让你, 是我哥们呢? 哎, 我不吃你吃谁啊, 你就认了吧。 我微笑着说, 没关系, 都说秋后算账, 现在还只不过是初春季节, 离亲兄弟明算账的日子还早呢。 王子起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紧张地问道, 你不会是真把我每次吃的东西 都给记账了, 然后打算有时间跟我算吧。 我大笑道, 你还当真了, 逗你完呢, 坐下吃你的吧, 我先下去了。 王子做了个深呼吸, 坐下恢复平静说, 吃你点东西, 我容易吗? 差点吓死我你小子。 对了, 你先别走, 先坐下, 我有点事跟你说。 什么事, 你说吧。 哎呀, 你先坐下, 看你站着我心慌你心慌什么呀, 更年期呀, 你我坐下说。 说正经的呀, 从你这泰国菜开业到现在, 我观察了一下, 可以用形式大好来形容, 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所以我想, 所以, 你想入股, 和我一起干。 我接过话查说, 我对王子的心思, 心知肚明。 王子一拍桌子说, 要怎么说是兄弟呢, 还是你最了解我, 我就是想入股, 你觉得怎么样? 行倒是行, 但是毕竟, 才开业半个多月, 现状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 我觉得, 你还应该再仔细观察观察, 慎重点好。 我担心地说, 我很慎重, 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 我觉得跟你干肯定有前途, 你就收了我吧。 王子祈求道, 你的想好了? 嗯啊, 那既然你想好了, 你就说说你打算怎么入股吧。 整个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 由于我的现况你是最清楚的, 所以你看短期内, 我能不能先入肝股? 肝股? 我有点迷惑不解, 你说具体点, 入肝股是怎么个意思? 肝股就是, 没等王子说出来, 一个服务员, 就从楼下慌慌张张地从楼下跑了上来, 说, 经理不好了, 你快去看一下吧, 出事了我问, 怎么了? 服务员说, 养的客人吃完我们的东西后, 说不正宗, 还说拒绝买单, 经理你快去看一下吧, 王子听完, 显得比我气愤得多, 站起身撸起袖子, 气势汹汹地说, 明摆着是来吃霸王餐的, 不买单, 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 制止他说, 你赶紧给我打住, 你在这给我玩, 东北人都是黑社会, 我以后这店还开不开了, 吃你的吧, 不许下楼啊, 你要是下楼了你入股的事, 就免谈, 别看王子这老小子平时鸡嘴点, 但要是打起架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上大学的时候, 是戏里面有名的干将, 曾经赤手空拳的, 和四个外戏的人打了起来, 结果是, 那四个人去了医院, 王子受了处分, 花了医药费钱, 我行, 我不管, 我吃我的, 他要是不给钱就抱紧我下楼一看, 是一男一女, 男的岁数看上去, 大概得有六十多岁了, 头发全白了, 你的很年轻, 应该比我还要笑一点, 我走上前客气地说, 我是这里的经理, 你们二位有什么问题, 请跟我说吧, 老头的不急不慢地说了句什么, 可惜我完全没有听懂, 首先他说的肯定不是普通话, 其次也肯定不是方言, 英语就更不是了, 但可以肯定一点, 他是个亚洲人, 对不起, 您说什么? 老头身边的年轻女子说, 他说你们这里的泰国菜不正宗, 所以我们拒绝买单, 原来老头不是中国人, 这女的是他的翻译, 我说, 我想我需要一个让我能完全幸福的理由, 因为我不能仅凭你们说我的泰国菜不正宗, 就可以拒绝结账, 如果来这儿的客人都像你们一样, 那我这里岂不成了慈善机构?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 我才了解到, 原来老头不仅是个泰国人, 而且还是泰国一个有名的美食家, 这不接让我感到很意外, 有这样一个, 与真正懂泰国菜的泰国美食家接触的机会, 我当然不会放过, 于是我就向老头问一些关于菜的问题, 老头说进了这餐厅的第一感觉, 就像他在泰国进了一个泰国菜的餐厅一样, 很亲切, 但是尝了我这里的菜后, 却发现并不像店里装修的那样正宗, 他说, 这里的泰国菜在泰国, 只能算是二到三流的水平, 和正宗的泰国菜相比, 口感上要差得很多, 随后, 老头说的话, 和之前安琪跟我说过的话很相似, 他说, 如果我只经营这么个规模的店还可以, 要是扩大经营做连锁店的那种, 就不行了, 因为菜本身毫无特色, 来的顾客除了要有身临其境到泰国的感觉外,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品尝纯正的泰国菜, 短期内来的顾客可能会相对的稳定些, 但是时间久了, 顾客会越来越少, 他说, 除了北京, 他还去了一些其他的中国大城市, 品尝了一些泰国菜后, 发现几乎就没有正宗的泰国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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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